一个正常的人平均每天会放15个P 排P量大约在500至1500毫升 而P的形成大致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吃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就会随着食物吞下大量气体 说话 喘气也会把气体吞下肚 进入肠道的空气越积越多 就会变成P排出体外 这样的P主要是空气组成的 所以虽然气体量够大 还可能发出响亮的声音 但是却没什么难闻的味道 在人们一天放的P中 空气P的比例占一半还多 这种P的声音有的像丝薄裂布 有的像悄悄打打 总之虽然不臭 但却会让你很尴尬 特别是有众人在场的场合 众人一样的眼光 一定会让你恨不得有个地缝可以钻进去 而另一类气体则是食物发酵所产生的 尤其是豆类等 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肠道内细菌分解食物残渣 也会产生气体 这时气体中的成分 比空气P的成分要复杂一些 还含有硫化氢以及粪臭素等 粪臭素是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的产物 是一种恶臭化合物 只需要极少的量 就能散发出非常明显的恶臭 动物粪便之所以具有一种独特的气味 就是粪臭素在作怪 再加上硫化氢气体有一种臭鸡蛋的气味 所以这时放的P虽然气体量不太大 但味道却是让人避之不及 让人称奇的是 将粪臭素高度吸食后 臭味竟然会消失 反而有点像茉莉花的香味 所以在离放P的人比较远的地方 如果你闻到一股茉莉花的香味 也请不要只顾去闻 弄不好这是P中的粪臭素被空气吸食后的气味 总之要想保持形象 少放臭屁就要注意饮食 少吃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 否则在大家心目中 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有味道的人